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作为人类冲突的最高形式,往往伴随着极端的暴力与残酷,屠城,作为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幕,常常让人胆寒心惊,然而,在这样血腥的背景下,却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当将军下令屠城时,他们常常会特别规定不杀20岁以下的女子。 这一特殊规定,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逻辑和考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繁华五千年,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战争中的屠城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征服者对失败者的一种极端惩罚在冷兵器时代。 战争的胜败,往往决定了整个城市或国家的命运,当工方取得胜利时,为了震慑敌人,消除反抗力量,或是出于报复心理,他们有时会选择屠城这一极端手段,然而,在屠城的命令中,特别规定不杀年轻女子,却并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相反,这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实际的动机一方面,年轻女子在古代战争中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战利品,在长期的征战中,士兵们往往身心疲惫,远离家乡和亲人,对于他们来说,战争中的女性俘虏不仅可以满足生理需求,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将军们往往会将年轻女子保留下来,作为对士兵的奖赏或激励,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战争文化中被广泛接受,甚至被认为是对士兵勇气的一种认可。 另一方面,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年轻女子也是人口补充和繁衍后代的重要资源,在古代社会,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战争往往会导致大量男性劳动力的损失。 因此,保留年轻女子并通过她们来繁衍后代,成为恢复和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 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女性生育价值的重视。 此外,不杀年轻女子还可能出于一种更为深远的考虑。 文化融合与民族同化,在古代多民族、多文化的环境中,通过婚姻和生育来实现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常见的策略。 当征服者占领一个新的地区时,她们可能会通过与当地女性结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促进两个民族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被征服地区的反抗情绪。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那么,从秦汉开始,再到明清时期,朝代的更迭以及抵抗外来入侵,战争就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我们华夏民族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针对于战争,还总结了孙子兵法等全套的数级攻略。 话说,拿着攻略来打仗,又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那么,既然战争的历史这么久远,战争的形势又多种多样,在众多的战争形势中就存在屠成这一做法,按照孙子兵法的说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可是,就偏偏有一些人,喜好破城抢三天,然后屠成泄愤的做法,要说应用这种战法最多的,就要属成吉思汗在世时的蒙古军队,当年屠戮欧洲,纵横亚欧大陆时期,便常有屠成的做法。 首先来说,屠成意味着抢夺与杀戮,蒙古军队靠着清骑兵,一路上没有后勤补给,依托蒙古马的耐力,一人标配三至五匹战马,一路上闪电攻击,那什么时候才是休息时间,那就是破城之后,因此,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往往在攻城时得到爆发,只有冲进城,他们才能得到补给和修整。 之所以会选择屠城,这也和他们的作战方式有关,上文也解释道,他们使用的是闪电战的打法,靠着闪电突袭,快速攻入城池,但是,当他们将城池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之后,他们又不能驻扎于此,身后的城池以及满城的百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威胁,这些被劫掠过的人,对蒙古骑兵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成为他们身后的威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屠城彻底扫除身后的威胁,后来,唐朝的皇朝在流窜作战时,也喜好采用屠城的手段。 咱有啥说啥,这种行为实在是非常野蛮,可是,屠城也有讲究,对蒙古骑兵来说,身高低于车轮的孩子不杀,年龄低于二十岁的女孩不杀, 这其实也非常好理解,在古代时期,战争的本质,就是土地以及资源的掠夺,所谓的资源,除了粮食,生口之外,还包括的就是女人,被分配给将领以及士兵,为他们生儿育女,在古代,没有工业现代化的加持,不管是农业还是游牧业,都要靠人才能创造价值, 那么,不管是国家的发展,还是补充兵员,都少不了年轻人的加入。 而女人则正好可以完成这件事,将她们指派,或者奖赏给作战英勇的士兵或者将领,从而极大的提高她们作战的积极性,又能顺道在不久的将来,补充一查兵员,可谓是一举两得,拉到军营里面洗衣,做工,在宋朝时期,靖康之尺期间,宋朝都城被迫, 金兵入侵之后,皇宫里面的公主和嫔妃,西树被打包带走,其中一部分在受尽屈辱之后半路自尽,剩余的一部分就被押到了王庭,被安排在军营里面洗衣,做工,除此之外,还要忍受士兵的骚扰,那么,有人会问。 这些人被分配给将军和士兵,难道就不怕他们搞刺杀吗?这种事,想必被分配一个这样的女孩,这些男人都会有所防备吧?其实,会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大部分女子都会选择默默承受,做好一个女人的本质工作。 之所以这样,还和当时的文化有很大关系,首先来说,这些年轻女孩,多是手无腹肌之力之人,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给她们一把刀,也没办法确保一刀能把身旁的男人杀死,再者,一旦行刺失败,她们就会面临着丢命的风险,做事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 没人会傻到这个地步,其次,既然是嫁人,当时又不流行谈恋爱,嫁给谁不都一样呢?反正都是听男人的话,婚后培养感情,当一个将军太太,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种情况下,太多的女子都会选择逆来顺受,毕竟,活着才是最大的事,这种解释,可以参考三国时期的杜夫人多次被霸占,依旧活得好好的,人还是得想得开生育工具, 涂成之后存活下来的年轻女性不能被称为幸运,等待她们的是无尽的折磨和苦难,她们从此苟活于世,唯一保留的是性命。 之所以留下20岁以下的女性,原因之一是解决人口问题,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有的朝廷即使获得胜利,也依旧陷入危机之中,战争导致死伤无数,人口数量急剧降低。 倘若不及时解决人口问题,那么后果不堪设想,首先屠城之后,意味着占领,百姓的数量是否足够维持整个城池的运行呢? 其他城池经过百姓迁移后是否不会受到影响呢? 每个问题的背后无不暗示着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其次,没有充足的人口经济发展会遇到瓶颈,贫穷的王朝没有未来。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一切都需要以人力为基础,人口数量无疑代表着生产力,可以说任何事情发展的前提都是人口充足,任何朝代建立之初,皇帝首先解决的都是人口问题,最后没有充足的人口无法填补军队的空缺,军队是一个朝代的核心,是保卫疆土的资本。 一支优秀的军队可以让人闻风丧胆,没有胆量基于边境城池,而军队偏偏是人口流失最严重的部分,这意味着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提供保障,这些女子的价值就是繁衍后代。 她们比普通女子的地位更加低下,她们的生活更加没有选择,以汉朝为例,刘邦曾经发布增加大龄未婚女子税收的命令,以刺激结婚生育,像这样的政策已经让人感到窒息,女性只能被迫提前结婚和快速生育落入风尘,原因之二是让她们被迫成为风尘女子,取悦男性提供乐趣。 如果不是命运所迫,没有哪个女子愿意成为风尘女子,每个人心中都有理想的生活,但是却总是与现实相差甚远,每每提及青楼,不免让人生厌,但是其中的女子各有各的悲惨命运。 坠入风尘,只是为了存活,屠城后留下的女子可能会成为军队中的武器,她们被视为战争胜利的奖励,成为将士们消遣的对象,将士们终年在外征战,很少回家享受生活,而且进入军营九死一生,谁又会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呢? 真正能够英勇赴死的人少之又少,她们的内心坚韧无比,那些精力图成依旧存活下来的女子,拼尽全力继续生活,即使历经磨难和欺辱,也没有放弃活着的信念。 所幸,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封建统治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而今的社会和平,美好,人民幸福。 感谢观看